hello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你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、FP twitch、BVD、還有discord 好在天天節又存在你微信官方 在1月16號公告了這個 新的英靈的神兵技能的部分 有獲擁 雲衣公主迎娶神兵的解鎖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大玄機跟犀利亞 那大玄機的部分呢 技能是命星躍身 那攜帶有益狀態的時候呢 傷害提高5%到4% 那主動攻擊前呢 獲得額外一點的心血 好就是多增加心血的部分 累積心血的部分 然後跟這個傷害提高 那攜帶大於等於4點的心血的時候呢 蛋體絕血射成加1 ok 好 嗯就是一個強化傷害 然後再來是心血獲得額外多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心血有4個時候 蛋體絕血射成多一個 好那西亞的部分呢 守望相助 那智商可以免死 機會未消耗的時候呢 那你的誤傷提高 5%到10% 那免死機會消耗之後呢 傷害變成傷害提高5%到10% 那你激活聖像之翼的buff的時候 你主動攻擊造成的傷害後 可以或者再移動兩個 好 我們要獲用的部分 然後獲用的部分是優勢復蘇 那你的寒藍 焚育懸優 每種狀態提升自身的1-5%的法術 穿透和免傷 好 那這個可以疊三層 哎疊三層 我每種狀態啊 ok 沒種沒種狀態 也就是說 你身上有寒玉 粉 呃寒藍焚育懸優這三個 那你最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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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% 那氣血大於等於90%到50%的時候呢 受到生命傷害的時候呢 你可以免出免出死亡 哦 免出死亡 然後氣血恢復38 然後並且立即獲得寒藍焚育懸優狀態好 沒種就觸發一次 ok 也就是說 ok 呃也就是說如果你死掉的話是一定可以付 一定可以擁有這個三個狀態啦 那之前的話 我記得 我記得是要你身旁啊或用身旁又那個 暗火冰的角色才會獲得這個 這三個buff啦 那如果你死掉的話可以直接獲得這三個 然後直接你的 那個髮穿跟免傷就提高 體身爬數 重點是免死這個我覺得還還蠻不錯 不過 呃 ok 好就是這樣 然後在雲音公主部分看一下 自身的主動覺覺出於冷卻中吼 暴擊傷害提高5%到18 使用非傷害覺覺覺的時候呢 為自身和目標 ok 或者刺骨的狀態好 持續一到兩回合 那使用傷害覺覺覺之後呢 那自身的天賦人在冷卻之中呢 的天賦冷卻時間 減到最高最高簡易吼 嗯 看起來好像還好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還好 不過這暴擊又在增加 然後使用非傷害 還是我要增加刺骨 嗯 好像還好 那總比沒有好 好領取哦 最我之 最我之從 三個內存在美味的子雙雲子的時候 傷害跟暴擊提高5-10% 三個內哦 蠻長蠻大的哦 使用美味的影雙雲子之後呢 子雙雲子之後呢 恢復之身最大氣血20%還有30% 好 嗯這次不要看 比較 有興趣的就是獲用了 剩下的都我覺得都還好 好那今天這一集的神兵技能的 介紹就到這邊啊那 有什麼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師一起 討論那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就追蹤我的IGFB 追蹤我的IGFB video還有結束 就先各位 今天是收看 來著玩 拜拜